繼續來看第五屆的慈濟國際人道援助研討會 在花蓮金斯堂舉辦 而今天順利圓滿 而三天的活動下來 學員們是親自體驗各項震災研發 同時彼此學習也交流經驗 詳細的介紹慈濟為震災研發的科技產品 運用專業也兼顧受災鄉親的身心需求 看見大愛無私的精神 第一次參與慈濟活動的陳京城 觸動內心決定身體力行 我們慈濟人第一的那個角度 施者比受者的鞠躬的態度 跟花式本心的態度 真的有沒有可能 透過不同領域的經驗交流 找到更多的答案 發揮良能 往行善的目標前進 慈悲心成為後盾不只是人道援助 更期待融入智慧 在災難發生前為全球生態環境盡心力 帶來新聞將信息 翁國家 華聯報導 都不客氣 找到你的目標 一籤